我特别想买一张英特尔的A770显卡 最近看了很多评测 我知道大部分都是厂商送册 像我这种草根up 厂商一般是看不到的 想要只能自己买 虽然这块显卡目前来看有很多缺点 但是我感觉这块卡非常适合我 理由如下供各位参考 首先它符合我的需求 我偶尔会搭打游戏 很少玩老游戏 因为PS5和Switch上的游戏都玩不过来 我主要用剪映 剪映现在已经支持AV1编码了 我特别想尝试一下 之前一直导出H265 另外我是非专业剪辑 不涉及插件兼容性 各位要注意的是 这张显卡对软硬件环境要求有点苛刻 还好我目前都符合 我的台式机是英特尔的12代 12700不带K 有句燕已说的好 A卡配AU I卡配IU N卡配什么 请打到公屏上 另外CPU自带UHD770核显 它和A770独显可以融合有额外加成 这个技术叫DeepLink 看英特尔官方介绍 融合主要是这三点 超级计算 超级编码 还有直播辅助 我的主板是B660M排气泡 这样呢PCA4显卡接口就不会浪费了 另外主板支持RBAR 这个技术是可以让CPU直接访问显存的 这块显卡有16G的显存 再加上我32G的内存 看着就高兴 电源是海运的750瓦金牌全模组 加持这块225功耗的显卡 够用了 但好像PS5整机功耗才220瓦 为什么电脑要750瓦 下面说说A770这块显卡的参数 我也是很喜欢的 看着就高兴 它是2022年Q23发布的 第三季度发布的 没有矿卡 这点放心多了 显卡长度是30厘米 我的机箱支持31.5厘米的显卡 正合适 显卡支持4个显示器 我有两个10比特的4K显示器 这下都能完美发挥了 之前有一个是用HDMI 2.0的 最大只能4K 8比特 显卡支持H264 H265和AV1编研解码 还有VP9的解码 其实我主要看中的就是AV1编码 12代CPU核显是支持AV1解码的 NV的30系显卡 还有AMD的6000系显卡 都是支持AV1解码的 但是AV1编码 只能是英特尔最新出的这几块CPU 还有N卡的40系 还有A卡的7000系 A770显存位宽是256位的 看着就比192 128 64顺眼 显卡芯片用的是台积电的6纳米 看见台积电这三个字就比三星稳 另外这块显卡还有高颜值 小巧 还有RGB灯 三年售后支持个人送宝 好像要发票 最关键的是这张显卡有信仰加成 毕竟是英特尔自家的 A770 16G 这个版本也有纪念意义 据说要停产了 通过驱动更新可以占未来 但就算不占未来 目前也够我用的了 A770 16G 目前京东全新价格是3100 简余全新价格是2700 上面说的都是它的好处 但是人无完人 卡无好卡 下面说说我不喜欢的地方 首先驱动不完善 其实我并不在乎性能 我更看重的是稳定性和省心 不想花更多的时间去折腾 很多人都说 显卡的工板做工好 用料好 但是初代的做工 没经得住市场考验 这个还真不好说 我看在网上有人说 它风扇在转的时候有点不稳 另外这块显卡的待机功耗 有点高 40W 像一般的N卡和A卡 只有10W左右 希望能尽快解决 我目前用的显卡是 华硕的盖板 RTX 2060 用的非常稳定 非常省心 值得依赖 希望Intel A770也能如此 以上说的是 我喜欢这个显卡的地方 但是我并不推荐 一般喜欢玩游戏的同学 或者以玩游戏为主的同学 买A770和A750显卡 因为通过目前 网上视频反馈来看 这块显卡的游戏性 是不如6700XT和3060Ti的 另外这块显卡的软硬件 兼容性堪忧 游戏的兼容性也堪忧 不省心 下面说说 我为什么不选A750 或者蓝吉这个品牌呢 目前A750的价格是 京东2000 和A770 16G 有几百块钱差距 但是你们要知道 在玩游戏的时候 50帧和60帧的区别是很大的 虽然只差10帧 但我宁可多花几百块钱 买那个10帧 更何况16G的显存 对于未来来说 可能用得着 而且还有RGB灯效 英特尔的A770和A750显卡 你会买吗 欢迎写到评论区